接著我們將說明如何編輯地圖 首先呢,我們在剛剛的畫面,可以直接點選編輯 在編輯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選擇在畫面上的樣板 點擊之後,就可以開始新增圖針 新增圖針之後,就可以在這個列表上面做點擊的動作 這個是在web上面做這樣的動作 很適用於無法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裝置做調查動作的通人 可以這樣使用 接下來我們將介紹另外一個應用程式 它也是一個APP 當我們執行完這個地圖的製作之後及分享 我就可以透過Essery所給的Collector的APP 進行資料的擷取及更新的動作 首先呢,我們在Essery的APP點選Collector 這個APP可以直接連線執行工作或者是離線執行工作 連線執行工作直接點選 離線的話,直接按雲端的符號 我就可以去下載底圖的部分 下載完之後就可以進行資料編輯的工作 如果我是在線工作的話,就可以直接連到這道MAP直接進來 下面的底圖也是我之前設定的內容 讓我們錄音到台南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有很多之前打的點 我們可以去點擊這些點 觀察它的屬性內容 或者是透過GPS額外的打點 我們可以點擊GPS的定位按鈕 或者是使用點擊加號的方式來製作 我們可以點擊畫面的位置 探外去新增資料 接下來是按加號 按加號之後我就可以開始進行調查工作 上方為位置的資訊 下方為屬性填寫的內容 我們也可以設計成下拉選單的方式來做 調查時間普遍都可以使用手機預設的功能 進行選取的動作 縣市鄉鎮 若有選單都可以透過選單的方式來執行 可以減少萬一調查人員的壓力 其他的部分就是可以手動填入 像調查的護數 可能有15筆 陽性護數3筆 那有埃及般文的兩筆 諸如此類的輸入方式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添加附件 接下來我們可以點選上方的圖示 可以進行照片的擷取 我們來進行一個範例 我們在圖面上可以按add 然後你可以take photo或者是video 假設我要take了一個photo 我執行一個照片擷取的功能 這位置工正在將積水倒掉 把它截取下來 然後我們使用這張地圖 塗層 好了之後呢它又自動會產生縮圖 接下來按add 完成這一個任務 那所有資料都調查完就可以按summit 它就會將資料上傳到伺服器儲存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執行的任務 我們可以去點擊這個圖層 做觀察 這是我們剛剛調查的內容 那下面就會有附件的項目 非常容易 很快的就可以更新到這個市府的平台 另外呢 就可以在dashbowl上面直接做呈現 長官永遠都可以做到第一手的資訊 也有一個個導臺 我們就會靠進去方式